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你是不是经常担心自己的血脂升高 体检的时候亮红灯 害怕哪天血管堵了 不用担心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降血脂的小秘诀 这个小秘诀呢 医生也不会告诉你 不用吃药 就可以轻松把血脂降下来 血管呢重新变通畅 这个降血脂的秘密武器呢 就是我们在降血脂食物的排行榜中介绍过的 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 虽然有的人知道 但是他吃错了时间 降血脂的功效呢大打折扣 结果他说 这种保健品对我没效果 实际上呢是他吃错了时间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怎么样服用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 降血脂最有效 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效果很明确 因为非常多的研究 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就是很多人呢也亲身体验到了他的效果 他们就像是血管里头的清洁工 能和胆固醇在肠道里头呢抢地盘 结果呢就是身体吸收的坏胆固醇大大减少了 大家知道呢 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 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最重要的把点就是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也就是坏胆固醇 那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效果有多好呢 如果你每天都坚持服用 而且能达到两克的话 那能够降低10%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千万不要小看这10% 如果每一天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么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健康价值是很大的 对疏通血管是有很好的作用 他们为什么能够降低坏胆固醇呢 就是因为他们跟胆固醇长得太像了 有相似的结构 所以他们会占据吸收胃点 这样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就随着粪便排出去了 他们只对坏胆固醇有竞争性的吸收作用 对好胆固醇 也就是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没有作用 因此不会影响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吸收 那问题来了 什么时候吃 怎么样吃 才能让这些清洁工发挥最大的功效呢 先举一个错误的例子 有的人说 刚好我买了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保健品 我想降血脂 一大早起来空腹就吃一点 指望它能降血脂 那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保健品 正确的服用方法是分次服用 也就是不要一次服用 分成两次甚至三次来服用 而且要随餐服用 特别在主餐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食物一起服用 比如说午餐或者晚餐 那有的人吃过饭之后才记起来要服用 那就晚了 因为胆固醇已经吸收到体内了 发挥不了作用了 所以它是跟胆固醇在肠道中竞争吸收味点的 一定要让它跟食物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点要保证足够的量 通常的建议就是说 一个人每天的总量在两克左右 不要超过三克 因为超过三克的话服用再多也无益 反而收入更多的添加剂啊 微塑料啊这些东西 第三点呢 就是要保证持续 也就是说每天都要服用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每天服用才能保证它持续在肠道中发挥作用 维持对胆固醇的降低作用 第四点呢 如果有的人现在正在服用他听类药物 那也完全可以同时服用 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 能够跟他听类药物协同作用 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治疗 共同来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服用了这个植物固醇和植物栽醇之后呢 每天要注意多使用一些蔬菜和水果 因为呢 它会降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率 比如说维生素D啊 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K 因为很多人同时还在服用这些维生素 所以说呢 通过使用蔬菜和水果 能够缓解这种状况 这是需要注意的 最后一点就是 保健品呢 不能够替代健康的饮食习惯 除了疾病和遗传的原因 那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是由他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包括饮食方式 这是最根本的 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 那么永远都是治标 而不是在治本 所以呢 它是代替不了的 好了 关于植物固醇和栽醇的正确服用时间和方法 就聊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加入会员区 欢迎评论和转发 谢谢收看 下次见